近日一组泰国海军纳莱苏恩号护卫舰改造升级系统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了 照片显示的是今年2月份该舰正在安装一具8单元的MK41型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也人关注的是纳莱苏恩级护卫舰并非是泰国国产而是由中国建造的Made in China 泰国为进口的中国造护卫舰加装美国导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一组泰国海军纳莱苏恩号护卫舰改造升级武器系统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 照片显示的是今年2月该舰正在安装一具8单元的MK41型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早在2012年国外媒体就有报道称泰国海军计划对该级别护卫舰的武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其中就包括安装MK41型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瑞典萨博公司在2011年赢得了这一合同 计划为两艘该级护卫舰安装该型武器发射系统 另据俄罗斯纽带杂志2011年报道 泰国海军与瑞典萨博公司签署的对其现役的两艘中国产纳莱苏恩级护卫舰进行现代化改装的合同 总价值为7380万美元 根据改进计划 这两艘纳莱苏恩级护卫舰将换装新的电子系统 除此之外 两件还将装备能够以瑞典英式战斗机 以及萨博340爱立岩远程预警机交流情报信息的现代化通信系统 引人关注的是 纳莱苏恩级护卫舰并非是泰国国产 而是由中国建造 1991年 泰国海军向中华造船厂订购了两艘F25T纳莱苏恩级护卫舰 该型护卫舰以中国的053H2G护卫舰为原型设计出口 不同的是 纳莱苏恩级舰上主要装备西方的探测设备和武器 两艘舰的总造价只有20亿泰铢 约3.8亿人民币 与之相当的西方产品 则需要80亿泰铢 约15亿人民币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换装美军导弹垂直直发射系统的这一款泰国的货役舰呢 它不是泰国本土制造的 而是中国制造 也就是made in China 所以它改造升级武器系统的照片在网络上一曝光了之后 就引发了我国军迷的广泛的关注 大家普遍有一个问题 泰国为这一款进口来自于中国的护卫舰加装美国的导弹发射系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间的是军事专家曹卫东 欢迎曹老师来到现场 我们首先来回答军迷的问题 军迷特别想知道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一款护卫舰 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换装成美国的导弹发射系统吗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你武器装备的升级 它是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在你更换导弹这种攻击性武器的时候 那么与它相关的 也就是通信设施 还有侦察设施 包括指挥设施 都要就是有兼容性或者共融 因为你这个雷达就是说发泄目标的 那么它发泄目标之后 要把这些信息传输出来 要跟你的导弹发射系统 指挥系统要匹配 如果不匹配 你就没法打 那么所以在更换的时候 它必须考虑这种兼容性 由于这艘舰 原来是中国建造的 包括装备的导弹 都是中国建造的 那么当它更换这种导弹发射系统 它就要把相应的指挥通信 以及雷达侦察系统 都要进行更换 当然匹配好了之后 它就可以做到更新换弹 因为有些国家 在进口武器装备的时候 比如说印度 它做不了这种 整体的这种护卫舰 它可能动力从一个国家买 那么导弹从一个国家买 通信系统 就要需要它的兼容性 就成了组装的那种 这个时间需要长一点 那么泰国它更改 也需要 就是说 使这些武器装备 使相对的系统要匹配起来 如果它匹配不起来 那么这款武器就无法使用了 欢迎继续收看由中国酒魂粉酒 独家冠名的军情解码 对于这一行中国建造的 纳莱宋恩吉护卫舰 我们可能有点陌生 但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 纳莱宋恩吉护卫舰的2号舰 达信号 曾经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60周年的 海上阅兵室 2009年4月23日下午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60周年 而举行的海上阅兵 在青岛附近黄海海举行 海上阅兵室 简约了来自14个国家的 21艘舰艇 这其中 纳莱宋恩吉护卫舰 根据英国检式战舰年舰介绍 纳莱宋恩号护卫舰 在建造过程中 采用了最先进的 模块化造舰方式 整个军舰是通过 数个模块化的结构单元 组装而成的 造舰过程如同搭建乐高玩具 同时 纳莱宋恩号的整个建造标准 也与欧洲最高的造舰标准接轨 作为一艘由中国制造的军舰 纳莱宋恩号在保留少量 中国造武器的同时 也集成了大量西方的 海军武器装备 包括一门美国高频两用舰炮 八枚美国鱼叉反舰导弹 及意大利的鱼雷发射系统党 看了刚才的小朋友 给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首先就是它的价格 你看当时的价格 两艘3.8亿人民币 而当时西方国家 如果需要购买的话 将近要15亿人民币 我们只是他们的一个零头而已 那我就在想 泰国当时从中国购买这一艘护卫舰 可能价格只是其中一方面的考虑 还没有其他的考虑呢 我认为军事装备在购买的时候 它首先是一个需求问题 就是任何国家 它买这种武器装备 它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安全需求 和国防的需求来考虑的 那么其实它也在考虑 英美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这种舰艇 也就是说在同等性能的情况下 因为首先我们讲护卫舰 它的吨位就不是很大 再有一个呢 就是护卫舰的这种武器装备呢 主要是以舰炮和对舰导弹 防空导弹为主的 那么加装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刚才你也讲了 中国只是西方国家的零头 零头还不到 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 比如说从吨位上讲 从这个火炮的射程和它的性能 以及导弹的这种射程和性能上讲都很好 或者是说步枪上下的话 那么我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它当时通过比较之后 选择了中国的护卫舰 以后呢 它其实还想买英国的就是B.A.E.系统 也就是英宇航公司建造的这种护卫舰 但是还是由于价格的问题 最后它没有买 还是最后订购了中国的这种护卫舰 刚才说到了一个承受能力 但你也说到了 肯定这个买方市场要考虑的是 我买这个 它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性价比到底怎么样 所以这一款这个护卫舰 它的性价比到底如何 当时对舰导弹呢 我们是053型的 对我们国内啊 现在也装备这型导弹护卫舰 它叫053型 那么053型呢 它当时你看那个导弹的位置啊 实际上是在一个烟囱的前后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加装的这个对舰导弹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前面它有这个主炮 那么侧面呢 它对舰攻击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个两旋 就是向侧面发射这个对舰的导弹 那么我们的导弹呢 也是打100多公里 这个威力也很大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是说无论舰炮还是导弹 我们的这个性能都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导弹呢 它是掠海飞行 掠海飞行之后呢 只有在接近这个目标的时候 才爬高 也就是给对方的反应时间 和机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大概是5到10秒钟的反应时间 很快 防不住了 所以从这个性价比上和性能上讲呢 这个我们的053型的这个护卫舰是非常好的 我听曹老师给我的这个解释哈 我发现这一艘护卫舰哪怕拿到现在来看 它的性能还是相当过关的 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从这个数字上来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 那这艘护卫舰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听听当事人曾经登过舰的 一位泰国已经退役的海军军官听听他的说法 蒙加多纳斯是泰国海军一名普通的上尉军官 隶属于舰载武器部门 2004年他在退役之时 写了一篇关于他使用中国建造的纳莱斯文级护卫舰的经历 蒙加多纳斯是泰国海军一名普通的上尉军官 中国在1994年卖给泰国四艘F21型导弹护卫舰 他本人在其中一艘达信号上服役 这艘与纳莱斯文号同属于一个级别 即纳莱斯文级导弹护卫舰 它在中国的编号是541 在交付泰国之前 中国海军按照中心指挥部的要求 用泰国提供的美国127毫米舰炮 替换了中国产的100毫米双连舰炮 因为当时中国海军主力100毫米舰炮 是半自动操作 只带有光学以及激光指挥仪 但是蒙加多纳辛上尉在文中写道 他认为中国舰炮仍然是一门好炮 在达信号上最出名的 要属中国飞鱼1型对舰导弹 但纳莱斯文号当时已经换装了鱼叉 在第一次进行导弹试验射击的时候 飞鱼导弹在超低空32米的海平面 以1050公里速度向靶船飞去 在这个高度 当时负责拦截的核越号军舰上的舰载雷达 是无法发现它的 只有在接近靶船50米时 它才会提升弹道到35米 这时才会出现在雷达上面 但是留给核越号拦截的时间不足5秒 对于当时装备的雷达来说 根本是来不及准备的 蒙加多纳辛上尉在文中详细回忆了 当时第一次进行导弹试验的场景 试验时是两枚中国飞鱼导弹骑射 负责拦截的核越号上的MK41导弹发射系统 在距离靶船500米左右盲射拦截 发射了两枚萨拉M导弹 结果无一命中 本来按照中国人的介绍 一枚中国飞鱼导弹 完全可以把3150吨级的靶船打成两半 但是泰国海军部以及舰长 当时都不认为中国导弹威力能够达到如此 因此为保证首次命中击毁概率 采取了两枚飞鱼导弹骑射 由于当时处于四级海矿 其中一枚飞鱼出现弹道偏移 偏移角度在14度 因此产生了速度差 另一枚飞鱼导弹在提前0.5秒的情况下 准确命中了靶船中部 令人惊奇的是 在这艘空靶船上出现了美妙的奇迹 靶船被轰成两截 中间断裂开 船头下沉 船尾略微上翘 随即第二枚飞鱼导弹 直接命中上翘的船尾 把整个船尾打得粉碎 根据蒙加多纳辛上尉的回忆 当时在场的所有泰国人都惊呆了 只有一旁的中国海军军官在微笑 但是蒙加多纳辛上尉也提到 中国军舰比较差的是其凌乱的管线 以及口径相对很小的消防管线 但他仍然不认为中国武器 如美国人所说 极端落伍 他认为 纳莱斯文吉导弹护卫卫舰 可以说是当时南亚海域最先进的战舰 GPS全球定位系统 作战指挥中心 四种火控雷达等等 这些装备要是购买其他国家的 肯定贵得惊人 蒙加多纳辛上尉最后写道 泰国虽然也购买了法国花月级护卫舰 但是法国人不愿意把一些维修技术交给他们 花月级护卫舰的受损部件 必须拿到法国修理 而只有中国人才会以6000万美元 这样的友好价格 出售给泰国当时自以新型的护卫舰 刚才在小片当中我听到了一个词 叫美妙的奇迹 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非常的完美 所以会给大家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这就让我想到了这名海军军官的一个评价 他说的是说这个是南亚海域最先进的战舰 而同时我们注意到 英国的简式战舰年舰 他也评价说这一款护卫舰 是符合欧洲最高造舰标准的中国制泰国旗舰 那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一款护卫舰在泰国海军当中 它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首先说这个泰国的海军的总体实力 因为泰国海军是在那个地区唯一拥有 就是贯穿性贯通性甲板这种航母的一个国家 它有一艘小型的就是直升机的航母 这是在那个地区它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 那么除了这艘航母以外 它还有八艘的护航舰 还有十一艘的就是这种轻型的护卫舰 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作战的能力了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泰国的海军的总体装备实力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护卫舰在它的海军里边 是主战的舰艇 无论是在为航母护航的时候 还是反潜的时候 还是巡逻的时候 都是一种主战舰艇 所以这个它的位置在泰国海军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显然就是从中国购买了 这样的两艘护卫舰以后 作为它护航或者是在巡逻 或者是在反潜的时候 它都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也就是泰国海军的主力的作战舰艇 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也就是因为泰国非常的看重它 想要唯以重任 所以才这次对它进行一个武器的升级改造呢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在当时买的时候 它是非常先进的 因为毕竟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武器装备是在发展的 那么显然就是你的吨位还是这么大 那么你的这个舰炮呢 射程还是这么远 但是在导弹上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要讲究一个提前发现 提前攻击 那么你才有作战胜利的先机 那么从导弹情况看呢 它并没有把我们的导弹 就是升级换代而是准备呢 买美国的这个导弹 那么买美国的导弹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美国的马克41啊 就是MK41这种导弹发射架呢 它的供驾性非常好 所谓供驾性就是说什么呢 我用了这种导弹发射架 可以装多种的导弹 也就是说我不但可以装对舰的导弹 我还可以装对空的导弹 就是通用性非常好 所以这个它更改的呢 是一个导弹的发射架 而不是说它更改的是 专门引进了美国的某种导弹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提升它的综合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打得快 打得远 抗干扰性强了 所以平台没有变 但是综合的作战能力却得到了提升 而且它的价钱可以承受得住 所以泰国现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叫改装 改换了装备 提升了这种作战能力 5月9日美国媒体报道 5月5日中美军舰在黄岩岛附近相遇 美国媒体为何在事发5天以后 才主动披露炒作此事 5月5日当天 现场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让某些外媒用到对峙 甚至对抗这样的词 来形容这次中美军舰相遇呢 就在非美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之时 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蓝领号 就出现在南海黄岩岛附近 这真的只是巧合 本期军情解码 继续探讨 美美炒作 中美军舰相遇黄岩岛海域的幕后玄机 敬请关注 欢迎继续收看国际军事节目军情解码 关注完了泰国护卫舰的升级改造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离泰国不远的 中国南海上的黄岩岛 上周中美军舰就在这不期而遇 而这呢也引起了外美的关注和热议 中美军舰相遇事件发生在5月5日 也就是美飞兼并兼军演开始的第一天 但在事件发生以后 中美双方军未对这一海上偶遇事件 进行过任何报道 然而在事发5天以后 美国媒体却对这一事件主动进行了披露 美国星条起报5月9日 发表了一篇题为 蓝领号与中国军舰在争议岛屿附近相遇的文章 文章报道称 美国海军蓝领号指挥舰的舰载直升机 5月5日在黄岩岛附近 拍摄到了两艘中国海军军舰 美国海军拍摄的照片显示 这两艘中方舰船是驱逐舰蓝洲舰 和导弹护卫舰衡航舰 而菲律宾谈普新闻网11日则报道说 美国海军第7舰队称 对中国军舰进行拍摄的 是蓝领号的MH-60舰载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 隶属于第12海上战斗直升机中队 据悉 由于美国海军披露的照片显示 两艘中国军舰出现在黄岩岛附近 这导致某些外国媒体 将这次偶遇称为对抗 美国第7舰队的官员5月9日 对此进行了否认 蓝领号指挥舰 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旗舰 部署日本 美国海军官员表示 该舰是从这两艘中国军舰附近路过 并没有发生冲突 而在5月12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当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国军舰蓝领号与中国军舰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相遇 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对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珠岛 及其附近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海军舰艇在相关海域进行例行巡逻 是正当合法的 很正常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我们从刚才的小牌当中了解到了 根据媒体的披露 其实这一次中美军舰的相遇是发生在5月5号 到了事情发生之后的5天之后 美国方面才主动的对他进行披露 那为什么美国会来主动的披露 而且还选择在5天之后呢 我想美军有这么几个意图 第一个就是美军正在跟菲律宾军队进行 兼并兼的联合军演 这个地域是在南海 那么他披露这个消息之后呢 实际上也是在为菲律宾撑腰打气 就是说我的军舰在那个地方活动 是给你撑腰打气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美双方在黄岩岛那个争议地区呢 就是舰艇相遇了 那么这种相遇之后呢 就是说要显示美国的军舰 要在南海的存在 因为我是前沿部署 全球部署前沿存在 所以我的军舰是无处不在的 不仅仅在太平洋 我在南海越来越多的体现我的存在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披露出来中国的军舰 在那个黄岩岛 他认为这个黄岩岛是 这个有争议的这种岛屿 那么中国的军舰频繁在这里活动 是在加大对南海的这种主权的宣誓 对南海有争议 岛礁的这种控制 所以呢 他披露出来消息呢 也就是说在四天之后 他向世界呢 他是经过考虑的 然后呢 就是向世界展示一下 就是说美方的这个态度和意图 以及展示中方的这种军舰的 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中方都是先进的导弹 驱逐舰和护卫舰 那么我展示这个照片之后呢 就是中国的军舰能力 作战性能都是很好的 那么他在这个区域活动 实际上他要宣传中国的威胁论 那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海军这次披露的照片 能看得到当中呢 有两艘中国的军舰 根据他们所说呢 就是在黄岩岛附近 所以呢 有一些外国媒体就用了说 这个中美两国的军舰 在黄岩岛附近对抗 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一次的相遇 当然了 这个已经被这个美国第七舰队的官员 进行否认了 而且呢 我国的外交部也进行了明确的表态 说了这一次呢 只是我们的一个例行的巡逻 是一件很正常 也是很合法的事情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一些外国的媒体 用对质对抗这样的词 来形容这一次的相遇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据美国媒体报道 5月5日 正在中国南海执行训练任务的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 蓝领号两栖指挥舰 与两艘中国海军驱护舰相遇 美军随即起飞MH-60海鹰直升机 深空拍摄中国军舰 从美军方面拍摄的照片来看 两艘中方舰船是 弦号170的中国海军 052C型导弹驱逐舰蓝舟舰 和弦号572的中国海军 054A型导弹护卫舰衡航舰舰 美国星条旗报5月9日发表文章称 蓝领号上的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 威廉马克思海军中校表示 中美双方军舰都表现得很专业 他说 由于美军军舰及其直升机 都处于安全距离之外 因此没有与中方军舰发生任何接触 马克思强调说 第七舰队的军舰 经常在南海执行例行作战训练任务 蓝领号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与印度洋 亚洲 太平洋沿岸诸国海军之间的友谊与护视性 第七舰队的舰船与飞机 同时在黄海 东海和南海出现不奇怪 蓝领号拍照侦查 也是我们在国际海域的通行操作规则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所有海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另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 5月11日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出现在南海 正值飞美开启兼并兼联合军演 蓝领号部署于参演军舰 飞美两军5500名官兵 在吕宋岛和米沙烟群岛的不同区域 进行着演练 虽然美国一直强调说 此次在黄岩岛附近 与中国军舰相遇的蓝领号两栖指挥舰 并非兼并兼联合演习的参演舰支 但是在黄岩岛不远处举行的美飞兼并兼联合演习 却是刚刚才落下帷幕 此次演习规模创下历年之岁 美飞双方在演习中投入了最精锐的抢滩夺岛部队 包括非海军陆战队的特战牌 陆战队侦察联 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部队 以及菲律宾新构的登陆快艇和美国退役战舰都投入了演习 飞方曾在开幕式上表示 此次联合演习是为了所谓应对南海紧张局势 以提高海军作战水平 对于本年度的美飞例行演习 菲律宾新报和一些新闻台都评论称 本次例行演习的科目直接针对夺岛抢滩 与当下的南海岛礁之争很冷恶 我们注意到中美军舰相遇 是在南海区域离黄岩岛不远的地方 我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已经明确的表态了 说我国的军舰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 是件非常合法的事情 也是正当的 是可以理解的 不必要大惊小怪 但是在这我要问曹老师一个问题了 美国的蓝领号出现在那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们知道 虽然说美飞正在进行联合军演 但是蓝领号他不是参演的舰艇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哪呢 我们说黄岩岛 大家可以看到在断续的国界线以内 这个是我们断续国界线 因为断续国界线以内的所有的岛礁 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么黄岩岛呢 是我们和菲律宾存在争议的一个岛礁 那么美国的蓝领号呢 他主要是在日本的横须鹤在这个驻地 通常在太平洋地区活动 那么这次呢 你看他到了 好那么老远过来了 这个专门是到了黄岩岛 到了这个南海的区域里面 我觉得呀 他有这么几个企图 第一呢 就是说黄岩岛呢 这个是中非存在争议的岛礁 那么我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呢 显示我美国对南海 也就是南中国海这个地区的形势的关注 再一个要我体现我的存在 因为它毕竟是一艘指挥舰 那么指挥舰呢 搭载了大量的通信设施 情报侦察设施 以及指挥的人员 那么我到这个地方来呢 可以侦察这个区域 也就是海区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中方的军舰情况 和其他国家的军舰情况 飞机情况 以及潜艇的情况 以及我对整个这个态势 因为当时呢 这个美飞是准备在那里 进行肩并肩的这个演习的 它当时是设定在巴拉旺岛这个地方 也是靠近我们的这个断行国境线的 那么再有一个呢 因为我们外交部啊 也发表了谈话 也就是说中美双方的军舰 在这个区域里面航行相遇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们说中国有句话 叫做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南海是足够大的 因为美国讲这个海上通 就是公海 就是通行这个安全 这没什么问题的 在南海上 它航行没有任何的这个阻碍 那么反而对我们来说呢 倒是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黄岩岛 是我们国家的贵务领土 而在黄岩岛呢 它是一个泄湖 那么在这个泄湖里边呢 这个水就比较浅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土 就是领土里边 或者在领海里边 我们国家的军舰呢 倒要小心翼翼 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任意的航行 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土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 可能非常靠近黄岩岛 而美军呢 它不能太靠近黄岩岛 它的吨位大 一万三千吨 再有一个 那不是你的固有领土啊 你只是一个过客 所以我们在那里跟美舰 就相遇之后呢 它还进行了侦察拍照 是用它搭载的舰带直升机 就是海英号进行了这个拍照侦察 那么它想看看中国的海军的实力 有哪些舰艇在那里部署着 然后这个警觉程度怎么样 因为它是用直升机来拍照的 那么这个是允许的 没有什么危险动作 是允许的 所以我想呢 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的意义呢 在这里面主要体现在前沿存在 它的这个对军事的侦察能力 以及它对菲律宾的这种支持 还有呢 就是对这些海域 也就是南海海域 它要体现一种 它的这种军事上的存在的 这么一种态势 5月9日美国媒体报道 5月5日 中美军舰在黄炎岛附近相遇 和中国军舰相遇的 蓝领号两栖指挥舰 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 这个蓝领号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就在非美举行兼并兼联合军演之时 美军派出蓝领号这样的 第七舰队指挥舰 现身南海敏感区域 到底是想干什么 本期军情解码 继续探讨中美战舰黄炎岛相遇的 幕后玄机 敬请关注 欢迎继续收看国际军事节目军情解码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黄炎岛与两艘中国军舰相遇的 美国军舰是蓝领号两栖指挥舰 这头舰可是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 代表着美国海上综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最高水平 也许您还不知道 蓝领号此前还曾多次到访过中国 先后访问过上海 青岛 湛江和香港等地 其中在08年的时候 蓝领号造访中国香港进行了数日的休整 有国内的媒体记者就曾经受邀 在第一时间登上了蓝领号 2008年1月28日 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造访香港进行数日休整 作为2008年第一艘防港的美国军舰 蓝领号的到来引起了多方关注 世界新闻报的驻香港记者受邀 在第一时间登上了蓝领号 2008年1月28日清晨 世界新闻报记者第一个到达了媒体集合地点 这是一个从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码头 但门口有核枪实弹的保安人员把守 记者们被带上了一艘中型交通艇 蓝领号停在香港岛附近的海上 需要坐船前往 当天的天气情况并不好 风大浪高 交通艇忽上忽下 晃得非常厉害 经过20分钟的航行 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大型军舰 出现在海天一线的远方 交通艇一点点靠近 记者仔细打亮起蓝领号 遗憾的是 记者没有看到引人注目的导弹发射器 或是巨型舰炮等大型军舰的必备武器 在强壮的美国海军的帮扶下 记者们终于登上了蓝领号的海上临时码头 美国海军带领记者们沿着扶梯而上 钻进了蓝领号的肚子里 狭长的走廊两侧一个个铁门紧紧关闭 记者没有一丝机会 窥探门后的秘密 带队的美国海军士兵走得很快 记者们几乎小跑着 跟在他身后 走进驾驶室 世界新闻报记者刚举起相机 一个士兵立即用手挡住镜头 说这里不能拍照 走出驾驶室 记者第一眼就看到了 被条条绳索固定住的三架军用直升机 正准备再靠近一点 一名原本立在直升机侧面 背对着记者的黑衣人突然转过身 警觉地盯着记者们 他手里握着的武器 似乎在无声地警告记者 不要再接近了 世界新闻报记者在舰上发现 作为号称代表美国海上综合作战指挥能力 最高水平的两栖指挥舰 蓝领号的甲板布置比较特殊 上层建筑集中配置在甲板中部 和烟囱一起形成一个大型舰桥 整个上甲板显得很开阔 干净 裸露在外的装置不多 记者从中大体辨认出了 对空搜索雷达 对海搜索 即导航雷达多波数天线 综合舰载电子战系统 通信天线 以及球形雷达天线 据悉 虽然蓝领号没有同属第七舰队的小银号航母名声大 但他搭载的却是第七舰队的司令指挥部 蓝领号舰长194米 宽25米 航速23节 满载排水量超过18000吨 人员编制821人 指挥部人员190人 蓝领级两栖指挥舰 一共只造了两艘 造价7550万美元的蓝领号 是其中的第一艘 蓝领号于1970年11月 加入美国海军服役 它的出现 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功能齐全 性能先进的大型海上指控中心 从而在技术上 解决了大规模海上联合作战的指挥问题 此后三十余年 在美国海军每一次重大部署中 都能够看到蓝领的身影 但蓝领号后继伐人 其他国家的海军并未群起访效 美国海军也迟迟没有确定 下一代两栖指挥舰的舰造计划 专家分析认为 这受到战略需求 经济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虽然说有记者已经登舰去进行参观了 但是它一系列的过程 反而让我觉得这艘舰更加的神秘了 你看有诸多的限制 这也不能拍 那也不能去 所以很多人就分析说 蓝领号来头不小 它是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 首先想问一下曹老师 什么叫旗舰 我们说在海军 最开始形成作战能力的时候 它那时候通信设施是非常不发达的 主要靠围杆上的旗帜 也就是用旗语来发号施令 那么谁能够发号施令呢 显然是最高的指挥官 也就是舰队的司令 领导者他才能发号施令 那么他的舰呢 由于可以打出这个旗语来 就是对其他的舰艇进行指挥 所以我们管他叫旗舰 那么随着日后就是无线电 以及其他的这个通信方式 所以呢就不用这个旗子了 或者很少用这个旗帜 再来发这个信号来进行指挥 但是我们说旗舰指的是它的指挥舰 也就是说这个在舰队的最高的领导者 指挥员所搭乘的军舰 我们管它叫旗舰 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司令部 也是一个指挥舰的意思了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记者在参观的过程当中 让我觉得尤为神秘 觉得这个蓝领号应该是来头不小的 所以这个蓝领号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实际上美国建造了这样的舰 是建造了两艘 它叫就是LCC 就是指挥舰 那么指挥舰 这个19号是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 也就是它的第七舰队的指挥舰 还有一艘叫20 就是20号是第二舰队的指挥舰在诺福克 那么这艘舰的母港是在日本的横须赫 它的设施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雷达 通信设施非常多 它主要担负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海上编队的指挥部 也就是说这个海上编队的指挥员 要在这个舰上 包括它的参谋人员 包括它舰队的这些 就是指挥的这些 整个的综合通信 包括这些作战信息的人员 都在这个舰上 再有一个就是它联合作战的时候 盟军的舰队的领导人 要在这个舰上 也就是说我这个舰要能够收集 就是现场的 也就是整个这个战区范围内的所有的信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作战是一种信息化体系的作战 对对对对 那么态势是什么样的 空中水面水下的态势 包括陆地的态势是什么样的 它都要掌握 所以它这个舰的 就是通信设施非常发达 情报信息手段非常好 所以所有的信息都要集中到这个船上来 而这艘船上通过指挥员对这些信息的判断来做出决策 所以它的舰主要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在一线进行对编队 也就是海上编队进行指挥控制 它主要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可见在这艘船上 它的通信设施 就是情报搜集设施是非常完备的 所以因为它有那么多特别之处 所以这一次蓝领号出现在南海区域 也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那它背后的深层次的含义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据相关报道 对于中美军舰在黄岩岛附近相运 军事专家尹卓介绍说 作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 蓝领号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 舰体平台已经老旧 但其旗舰系统进行过更新升级 它的指挥控制设施也已经升级 该舰有很强的对空 对海 以及对潜艇的指挥能力 另外 通过卫星通讯 它还可以直接与美国白宫联系 作为一个指挥机构 蓝领号具有很强的战术指挥能力 尹卓认为 美国海军蓝领号两栖指挥舰 与两艘中国军舰在南海相遇 是一次正常的相遇 南海海域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 美国该地区拥有数个盟国 其海军经常在该海域活动 但是这次蓝领舰出现在该海域 与美飞军演有一定联系 因为蓝领作为舰队的指挥舰 能在距离一两千公里的地方指挥演习 它出现在该海域 是可以预料的大的 而我国海军舰艇在南海 始终保持着常态化的巡逻和存在 也会在该海域举行演习 所以中美两国军舰在南海相遇 应该是正常的 军事专家李杰泽表示 美军蓝领号指挥舰的这次行动 是有目的 有步骤的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体现 在奥巴马访飞之后 一艘美军高性能军舰到南海 实际上就是要与飞方紧密配合 挑动和支持飞方闹事 美军这么做有多重目的 首先侦查中国海军在南海的行动 其次 这艘舰不仅指挥功能很强 自身侦查通信能力也很强 对于飞海空军的侦查支援能力很有帮助 另外 还可以利用该舰强大的指挥功能 演练美飞两军相互协调的能力 李杰表示 美军蓝领号在所谓安全距离之外 即将舰载直升机进行拍照的意图 只是美方一面之词 很可能还有其他的侦查行动 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误判 好 我们刚才听到了军事专家的一些说法 接下来还是要跟曹老师来聊一聊 因为我注意到这次美国方面给出的言行 好像有点不太一致 比如说是他们主动披露了这一次相遇事件 但是美方又明确地表示说 相遇的各方表现都是非常的专业 另外一方面 美国方面还是在强调说这次美飞军演 它不属于参演的这么一个军舰 但是它还是出现在了黄岩岛附近 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 您看他这个言论好像有些不一致 所以我们想问的就是美军在这个时期 派出了第七舰队的旗舰 出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 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行为 从军事上讲 我们说这个蓝领号 他虽然说没有参加这次的军事演习 美飞的肩并肩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艘指挥舰 它的通讯设施情报搜集系统 都是非常发达的 那么它出现在这里 可以搜集相关的情报 为这些军演 也就是肩并肩军演 提供信息上的支持 和指挥系统上控制上的支持 我虽然不参加 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 这个情报的支持之后 你可以掌握这个地区的态势 再有一个 就是说从政治方面讲 就是说美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你这个不是空话 而是要体现在你的行动上 蓝领号主要是部署在 横须贺的在日本方向 那么他现在跑到南海 说明什么呢 说明美军把触角更多的 伸向了南海 这个有争议的海区 那么他的出现 就是说在美国的亚太 再平衡的战略中 他体现了一种美国的前沿存在 前沿是哪儿 是在中国的近海 因为我们知道南海里面 有大量的中国的岛屿 对吧 那么你出现在这个海域 就是出现在中国的附近 特别是南海这个方向上面 体现了美国对他亚太再平衡 这种战略的一种实施 再有就是说 他的出现 可以为在南海的一些国家 特别适合我们国家 在岛屿争端上 海域化界上 有矛盾的这些国家 撑腰打气 也就是说 你看 我说话是算数的 我是在这里存在的 那尽管他是一艘 这个指挥舰 而不是一种作战舰艇 像航母这样的 打型作战平台 但是他的出现 表达了他的政治意图 和他下面的潜台词 也就是说 我要在这个地方 支持你们 对你们有所表示 所以我觉得蓝领号 在这里出现 是更多的是这个意思 好的 非常感谢 曹老师做客 我们的演播间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只能和曹老师聊到这了 也非常感谢 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的陪伴 如果大家想更多的 了解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想参与到 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 官方微博 微信和大媒体客户端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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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